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用白色线编织一款全部是平针也可以织花的一款花形 看它轮廓性很强,但是我们都是平针 我挤的这个,大家可能都喜欢我挤的这个边框 这边框我在上一期有频道这么编织这个边框,这边框很好看 那这里全部是平针 只是一针隔一针的编织,比如说这针不编织,到这针,这针整排 两排编织,这一排有单面不编织 这样看有点像一针一反的感觉,其实它全部是平针 我们下面开始一起来学习编织,开始起针 起针我已经挤好了,现在编织一排反针 这排我起针起好以后,施反针的时候 因为我起的针,这排起针起了花形针 边框设计了一下 这个边框计是在我上一期有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一期的起针 我们先织一排反针 我们先织一排反针 就这样编织一排反针 就这样编织反针 就这样编织反针 先编织 这边才是正面编织 正面编织,我们现在开始来编织 发行 编针 我们织一个平针 挑一针 不编织 再来编织一个平针 挑一针 我们一针隔一针的挑针 一针 便是一个平针 挑一针 便是平针 挑针 挑针 这排一针隔一针编织 调一针 织一针 调一针 织一针 调 织一针 整排 循环这样编织 现在到反面编织 反面编织 织一个编织 我们再来施反针 这一排全部施反针 刚才我们调过的也一样了 全部施反针 这一排全部施反针以后 循环织一针 整排编织 正面编织 正面编织 我们跟第一排的花形是一样的 编织 这里我们织一针 平针 这一针我们调过 不编织 再织一针平针 这一针平针以后 调过这一针不编织 一个平针 调一针 调一针 这一针 再调一针 这一针 我们调的这一针 跟刚才上一排的调针 这同一针 你不能错位调 你错位调的话 它就 它整个花形会变了 调生的时候 再同一针调针 调一针 织一针 调针 织一针 调针 织针 像我挤的这个边 我们调针的时候 就在这个 这个波浪 针 起针 织针就织在这缝隙针 我们就 调一针 织针 调一针 织一针 调一针 织一针 这笋牌 这样喜欢编织 这边的反面编织 反编织 一样的 全部 织 反针 跟刚才我们编织花形的 第二牌子一样的 这一牌 全部织反针 整牌 撕反针 再继织下来 再继织下来 再继织下来